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WebDuno的部分呢 這個其實跟各位之前做的那個,我們剛剛講的 就Arduino事實上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事實上我們現在各位手上拿到那個 這個版本就是它的教育方案 所以它裡面完整的是有包括這些東西 這些感應器 那麼我們往下走,你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各位熟悉的Arduino的 好,各位呢,之前用的這個Arduino的部分呢 它主要就是開發源自C跟C++ 那像老師來講的話,我是比較熟網頁這一塊 所以對我來講,我用WebDuno就相對比較方便 那第二個是連接的方法 這是跟各位之前比較不一樣 以前你們都是透過USB直接連進去對不對 但是現在不用了 因為它本身,你們剛剛看到那個晶片的部分 它本身就是一個WiFi 就是WiFi 所以我們前面這裡有一台有沒有 有一個WiFi的那個連線 那個分享器 所以你插上去之後呢 它就可以跟它做自動連線 跟它做自動連線 那這個是它最大的好處 所以你可以做什麼 遠端的控制 跟我們之前就是一定要在電腦前面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主要的 那基本上他們兩個是做的事情是都相同 都是相同的 那我們再往後面看一下 那在這個WebDuno裡面 它主要呢 以前各位用Arduino 你必須要把你這些程式寫好之後 最後是不是要有一個燒錄的動作 因為寫到它晶片裡面去 但是呢WebDuno是不一樣的 它沒有做寫錄 它把程式在什麼 在雲端做執行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們在這邊不用說 我還要特別安裝一個環境 因為所有的操作的環境 還有寫存置的環境都在網頁上 當然你如果真的想要把它寫到裡面的晶片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所以它的選項 右邊呢相對比較多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目前WebDuno裡面它的三塊板子 三塊板子 那麼我們現在拿到的就是右手邊 這個叫Smart 我們現在用到就是這個 這個Smart的部分 Smart的部分 它是最近才推出來的 那之前的話呢 像這邊有那個馬克一號 它就比較大一點點 像各位你看我手上這個 就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大一點點也比之前各位拿的Arduino 再小一點對不對 好之前各位拿到的就是這個版本 你們的那個Arduino其實就像這樣 你們之前的這個像這樣 有沒有就是這麼大一個 對不對 那它之前有出這個Fly 就是把它加上這個之後 就變成 所謂的Wi-Fi版的Arduino 它就把它套進去 所以它的這個三個 三個版本就像你現在這樣看到的 像這樣 就是越做就越小了 好越做越小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呢 WebDuno的好 一個應該說它的特點 就是它可以一對多或多對多 等於說我除了一對一的之外 我也可以同時操控兩個裝置 三個裝置 甚至大家彼此裝置互相溝通 因為這是用網頁技術 比較大的優點 你如果傳統的用Arduino方法 可能就是那個技術門檻就相對比較高一點 這個是透過網頁方式比較不一樣的 那我們簡單看完之後呢 稍微看一下 WebDuno可以怎麼玩 好那你可以看到 欸各位你們手上都有一個那個 講義對不對 這個啊 欸 潑到水沒關係好嗎 因為我用防水的墨水 哈哈哈哈 雖然比較貴一點 但是不怕你用到水啦 所以 你如果待會兒上完科 你想試看看你就把水倒下去 還是把它捲一捲 你就放到杯子裡面去 幫我測試一下墨水有沒有防水 哈哈哈哈 好看一下 這個 不過我講的是真的 真的是防水的 你那個上面有一個QR Code 也有什麼 也有我們這個 也有那個 那個短子 好所以你待會兒呢 你可以直接看的時候 就直接 直接連進去 就可以看到我們講義的那個 簡報的部分 好 那你首先看一下呢 這裡 這個呢 叫飛天魚 可以用手機操作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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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像這樣玩一下 在上面直接用 那另外呢我們再往下看 你也可以把你遙控車改造一下 也可以改造一下 再來呢 像這個 這一段就是它直接操控的 它就把它放在上面 我們就看實際操作的 它等於你透過 其實意思都一樣 現在只差在說 這些東西以往你必須可能 像各位現在國中階段 你大概還不會接觸到一些電子類的東西 對不對可能到高中啦 甚至大學以後才會有 可是現在其實你不懂這些 我們也可以怎麼樣有機會做到 有機會做到 那這個再來我們往下 你看 這個也是很好笑的 好像沒有聲音齁 他會想向前走 對對對 你看這個 竹琳老師多麼好 幫我配音 這是聲控的 對 你可以找到這一段 對對 它就是直接 那你可以再看到這邊還有 我們往下看 像這個機器人 對對對 那還有一個 它也可以跟樂高做結合 也可以跟樂高做結合 那最近他們有做一個 對啊對啊 點進去 欸 我沒有 我沒有做超連結 對對對 這個呢 點進去的話是直接 有一個那個程式頁面可以用 欸 掉掉了 那個連結我沒有把它設定到 好 偷偷來這邊用一下 我們就直接看那個後面那一段就好 這裡 有沒有 這是超音波的 這是超音波 聲音的 好 它加上聲音的感測 好 OK 蠻好玩的吧 所以你會發現 欸 原來可以有這麼多的應用 這樣有沒有 稍微了解一下 Webduno可以再怎麼玩了 是讓它可以做其他的 可以做其他的 那等一下 有機會我們 後續有機會的話 就是會再慢慢跟大家做介紹